蒙城华人网为您播报 据蒙城华人报报道 蒙特利尔岛上法语人口日益减少 说中国话的华语人口不足6万 人口语言学分析专家米歇尔帕耶表示 法语在蒙特利尔岛上的地位日益衰落 而蒙特利尔与魁北克其他地区在语言构成方面的差别已经大的令人担忧了 这个结论是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关于魁省人口母语的数据统计结果而做出的 魁省800万人口的母语分布为 讲法语的有616万4250人 讲英语的有65万6555人 其他族语语言124万5750人 米歇尔帕耶表示 有人甚至认为 魁北克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蒙特利尔 另一部分是魁省其他地区 在语言构成方面 蒙特利尔与魁省其他地区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大 这其中蒙特利尔极高的新移民密度是主要原因 根据由2016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 有74%的蒙特利尔人表示法语是他们的母语 或者是他们的母语之一 与2011年相比 这个比例降低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但是更加惊人的统计结果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比较 也就是蒙特利尔的法语人口 与魁省其他地区法语人口的比较 据统计 魁省其他地区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口比例为78% 比蒙特利尔的47%高出很多 另外 法语在全省范围内也正在丧失领地 无论是在蒙特利尔还是魁省其他地区 法语人口的比例的降低都是源自于那些说非官方语言的移民数量的增加 据统计 蒙特利尔岛上以英语或法语以外的语言为母语的总人口 已经突破了70万大关 在所有的移民语言当中 目前阿拉伯语是最为流行的 随后是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蒙特利尔岛内的华语人口已近5万人 其中包括讲普通话 30715人 广东话 15850人 闽南语 2395人 上海话 755人 苗瑶话 20人 闽东话 20人 实际人数可能比调查更多 米歇尔帕耶表示 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现象 因为一旦移民人口在一个地区内过于集中密度过大 那么本地人口 那么本地人口与这个新移民群组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交流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高密度的移民社区变成了一件坏事 但同时 米歇尔帕耶也还是认为语言的多样性对于魁北克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产 他表示 让蒙特利尔与加拿大其他大城市不同的重要一点 就是法语人口在与移民社区进行交流的时候有更高的讲英语的倾向 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 加拿大统计局在2016年人口普查期间发现蒙特利尔人的母语有大约130种 其中有些语言非常的不流行 全城只有五个人会说 以上新闻摘自蒙城华人报 谢谢收听